我們常會被客人問到一件事情 老師 我的桃花到底在哪裡 我們在談我們的感情 要談一定是夫妻公 那大縣的夫妻公呢 這10年裡面我的感情狀態 我到底有沒有緣分進來 或者我到底有沒有機會找到對象 好 大家好 我們的訂閱戶即將要破10萬 衝一下讓我可以正式的進入 那個Youtube的行列 他會送我一個小小的銅 銅嘛 黃銅色的一個小牌子有沒有 這頻道做了6年了 我終於要收到那個小牌子 我的學生前少年 早就已經不知道拿到金色來銀色去了 我終於要撈到那一張了 所以請大家好好支持我一下 幫我們訂閱 按讚 分享 才不會漏掉我們的好看影片 也可以讓你的朋友 會知道說原來命理 是非常有趣的 可學的 是可以這麼的好玩的 所以請大家幫我多分享 10萬訂閱 我們會來想一個什麼活動 讓陪著我這幾年來 終於我們可以到達10萬訂閱戶的 這些各位朋友們 我們可以來分享這個喜悅 我要想一下 不然你們 你們可以幫我想啊 總之呢 謝謝大家 然後再來 我們的會員 那會員 會員一般來講 應該 5%會當會員 那我距離5% 就是2500人的會員 我還有一點距離 我們現在才500人 所以也希望大家都增加 多進來當會員 那會員頻道 你們有沒有想要聽到什麼 你們也可以跟我說 今天呢 我們來跟大家聊一下 感情這件事情 今年流年呢 要注意兩件事 第一件事情就是啊 所有人今年的流年 因為子女工都有顆陀螺心 所以就表示說啊 今年啊 絕大多數人啊 都要即將面臨到幾件事情 第一 買房子 可能買到那個 外面環境浮水的問題 因為子女工是田宅工的外面 第二 小破財 小破財什麼 小破財就是那個啊 你那個 今年可能容易會亂花錢 第三 小車禍 只要你的田宅工有碰到 天際性的 天象性的 破均性的 這些 巨門性的 這些今年都容易有小車禍 所以我們在年度的預測裡面 跟大家講說 今年很容易在 這個大的這種 交通要道上面 會有車會出現 前兩天 影片 拍攝的時間是 12號 現在現在拍攝的時間是12號 上禮拜 還是前幾天 今年才 雪睡才出現那個 車禍 搭大塞車 那今年會一直出現這樣 不只是台灣 世界各地都是 那為什麼 因為 共業啊 所有人今年都容易出這個事情 那當然就容易出現在實際交通上面了 還有什麼呢 它跟孩子的關係 那當然這個是最明確的 可是呢 今年啊 同樣的 所有的人呢 在感情上面 因為今年所有人的流年夫妻宮 就在四馬地上 在那個隱身位 那在這個隱身位這個位置上面呢 通常宮位在四馬地 都會表示說感情有變動 這個變動有可能各種情況啦 變好了變壞的 那個變多了 或變燒了 都有可能 當然如果你本來就很燒了 就不會再變燒了 多了會變燒 所以它會有些變化 也會表示說啊 在今年啊 我們很多人都會對情感 會有很多的 考慮啊 想法啦 看法啦 很多的思考啦 各式各樣 但是說實在的啊 像我們剛剛講的 我從多變少 或是我從少變多 那都還不錯 可是 我們常會被 客人問到一件事情 老師 我的桃花到底在哪裡 或是我的緣分到底在哪裡 很多時候是 我們根本找不到 或是我不曉得說 到底哪裡有好的緣分 根本就找不到 今年呢 是一個很容易 有緣分的年份 因為它有變動 欸 你不要跟我講說 老師你剛剛有講說說 會有多變少 不 會有多變少 你還是有緣分啊 你是從10個變成5個 你還是有緣分嘛 我們現在講是從0到1的這一段 今年是好像有0到1的階段 那如果你本身 旁邊已經有對象了 那其實今年我們可以把它導向 這兩個感情升溫跟更好嘛 對不對 那現在我們來討論的是啊 大家都會想要問說 老師那如果我都沒有呢 都沒有怎麼辦 其實喔 實際上我們在 看很多人在問說 為什麼我會沒有感情 或是為什麼 我的桃花都有問題 為什麼 那個來的人都不對 坦白說 大概有幾個方向 第一 它其實並不是沒有桃花 只是來的人不是他喜歡的 這是第一點 然後第二點呢 它其實有 可是呢 它自己不願意去跟人家接觸 也就是你自己把你自己關起來的 那第三種是什麼 第三種才是真正的那一種啊 真的都沒有喔 很乾坷的跟沙漠一樣的 才真的是沒有的 我們在談我們的感情 要談的一定是福氣功 所以這邊簡單跟大家再講一下 福氣功的基本概念 每一個公位啊 我們都要看命盤是什麼 所以我本命的福氣功 本命叫做我與生俱來的 所以那叫我與生俱來的感情 我與生俱來的感情呢 我不會一出生就帶著我的老婆來 我不會一出生就帶著我老公來 所以說呢 本命的福氣功 只會代表我的感情態度 與生俱來會有感情的態度 那大限的福氣功呢 會代表什麼 因為那是我這十年裡面我的感情狀態 我這十年裡面我的感情狀態 就有可能包含了另外一個人 所以我要看我的什麼 我的另外一半怎麼樣 我要看十年內的福氣功 我才可以看得到我的感情 實際上 因為那個時候我的感情會包含另外一個人 所以基本上呢 這個是福氣功基本的架構 那福氣功呢要看三方四正 也就是說每一個公位的行程 我們都要去看他的對面的公位 他內心的想法是什麼 就是關入宮 以及呢 他緣分要從哪邊來 就是公位的財博位 就是以福氣功來講 就是遷移宮 就是我這個人在外面的外源怎麼樣 然後最後產生的是 這個感情會讓我的精神狀況如何 福德宮 就是福氣功的關入位 這福德宮 我真正在感情上 我怎麼展現出我那個狀況 在關入宮 那還有一個什麼呢 就是我的命宮 我的個性什麼樣子的人 那所以一般來講呢 如果單純的去討論 我到底有沒有緣分進來 或者我到底 有沒有機會找到對象 我們至少要去討論 我的命宮是什麼樣子 我的福氣功是什麼樣子 然後我的關入宮什麼樣子 然後我的牽液功是什麼樣子 就是那個 因為我要討論他會不會有緣分進來嘛 所以 牽液功有沒有人緣 這點就很重要 對不對 然後呢 我的感情上面呢 什麼樣的態度 我的感情態度就是特別龜毛 特別特別龜毛 那個特別特別囉嗦 人家問你說你喜歡什麼樣的男生 他說啊我需要那個 工作正常 然後長相五官端正 這樣就好了 就介紹一個 男生跟你約會 你發現這個男生啊 在吃飯買單的時候 細算了一下帳單 你就突然覺得這個男生是不是很小氣 然後就突然覺得這個男生不好 會不會有這種人 會 我有聽過 有男生去相親的時候啊 看到那個女生啊 夾起了一塊肉 然後呢把肉上面的油啊 甩掉 或是瀝乾淨 再吃 他就覺得這女生有問題 為什麼 可是 女生不常幹這種事情嗎 為了要減肥不是嗎 有的時候我們人啊 會因為某些小細節 你就覺得這個人不對 那會不會有這樣的狀況 會 這種狀況會呈在哪裡 呈在夫妻功 呈在命功 都有這種狀況 所以 我們要去看看說 是不是你 純粹是你個人挑剔 所以你挑不到 所以要注意他的 那個 夫妻功 官務功 那命功呢 命功有可能是你自己個性有問題啊 明明很多人想要約你 你長得很帥 很多沒有想要約你 但你就是不出門 那是你個性的問題嗎 所以這幾個公位呢 會是主要來決定說 我們 到底你的這個 感情呢 緣分呢 是不是 容易會產生的一個 很重要的點 那至於 緣分出現之後 你有沒有辦法留下來 或許我們可以另外再開個時間來講 我們就先來討論說啊 剛剛講的那三種 第一種呢 你是真的是沙漠 什麼都沒有 第二種呢 是來了很多 但是你都不喜歡 第三種呢 是有機會 可是呢 你自己封閉了你自己 所以呢 如果真的都是沙漠 那其實 就會有一個現象 就是什麼呢 就是剛剛講的那四個公位裡面 命功 夫妻功 官務功 遷移功 你全部沒有桃花星 沒有桃花星就算了 可能還有陀螺星 完全的乾坷 什麼都沒有 如果是本命盤 叫做你自己天生 本來就在情感上面 你沒有什麼太多的追求 那你說 我是不會啊 我就是一直想要結婚啊 通常是這樣子 如果我們看到命盤是這樣子 可是呢 這個人他想要結婚 那通常是因為 他身邊的人告訴他說 你年紀大 你要去結婚 你知道 人家跟你講 跟你真的要去做那兩件事情 就好像 我一直都覺得我該要減肥啊 可是我真的要減肥 那是兩件事啊 那這是第一種 那如果是運線盤呢 如果是運線盤 那不可否認的 確實就在這個時間點裡面 你真的不容易找得到任 這個是不可否認的 那尤其如果是大線盤 可能是因為環境的關係 可能是你當 這十年你自己 一些什麼事情 你自己可能要專注在工作等等的 那這個當然是不可否認 這個說實在的 在實務操作上面 我們就會建議他直接跳到下個大線就好了 因為他確實不容易找 但是也不得不說 這種人其實少數 你想想看四個工位都要沒有桃花星 這有多難 這其實這樣子少數 絕大多數人反而是 第二種情況 我有點機會 可是呢 我自己其實不太知道要怎麼去把握這個機會 或者是有這個機會 可是呢我覺得來的人不對 這通常都是啊 如果我有機會來 有喜歡我的人 這通常會出現在遷移宮 或者是夫妻宮 或者官入宮 上面會有桃花星 然後會有帶他化路的 這就表示其實你不是沒有機會 但是呢 如果你是本身是 命宮有桃花星 可是呢 你的夫妻宮沒有 倩依宮沒有 這就表示說 你自己想要戀愛的成分高 可是機會並不多 那說實在的啊 這邊我們就要考慮成在於說 感情這件事情 到底該不該 趨就於 你自己覺得你現在需要戀愛 如果你覺得我現在就是需要戀愛 那你就不用去在乎說這男人對不對 就先戀愛再這樣嘛 那如果說 你自己在情感上面哦 尤其什麼連真畫路的 文昌畫記的啦 然後 天象星的啦 或者是什麼天府星的啦 或者是太陽星的啦 這一掛很有組件的 你沒有辦法去去就說 我隨便找個戀愛就好了 那這時候坦白說 我們也會建議說 那你就是等 或者是說 可以來上我們的課 我們一月份有開課 你可以自己來學一下 最近有五個人 對象出現 然後一個比較適合你 課程上會告訴你說 這個人乍看不適合 但實際上他對你非常好 之後財產都留給你 而且他快要撕 你可能會學到這種東西 所以這個其實是絕大多分的情況 是我們身邊其實有人 可是我們不知道說 這個人到底適不適合 那工作戳頭之後 我們就放棄他了 可是我們回頭來看 覺得其實好像我沒有戀情 那第三種狀況呢 坦白說 也是非常高機率的一種 叫做 你根本不是沒有 你是桃花慢慢滿 滿到你不知道怎麼宣 這個不可否認 就這四個工位 滿滿都是桃花 不但是桃花 而且還帶露 都是那種什麼 天同化露啊 貪螂化露啊 這種太陰化露啊 都是這種桃花心在化露的 然後帶軟息心的 滿滿都是桃花的時候 其實你根本就不缺 那不缺呢 反而容易找到不對的 為什麼呢 這就是這樣子啊 滿坑的餐廳要選的時候 我們往往都去選 到不好吃的那一間 尤其當我有陀螺心在 這四個工位的時候 我也很容易有選擇困難 我覺得選錯了 這種情況呢 其實碰到課的時候 我們就直接跟他講說 你不是沒有啊 你只是太多人 你不知道要挑誰 往往是因為 對象很多 你的要求會越來越多 那我一向都覺得 在感覺上要求高 不是個不好的事情 我們往往都會建議他說 那你要冷靜的想想 你到底要的是什麼 所以你並不是沒有 是因為 你還不知道你自己要什麼 OK 總結來講啊 在這個年代啊 人其實不太可能會 真的缺對象 其實不太可能 往往都是因為 我不曉得要做什麼選擇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 可以清楚的列出 自己要的選擇 然後呢 我們剛剛講啦 你要牽一工有畫路 那你要官路工 就是感情的外面有畫路 所以呢 多往外面去認識更多人 然後去參加社團 都會是自己要找到 好對象的方法 直接在命盤上創造出 自己畫路的機會出來 有很多的對象 可是不知道怎麼選的時候 你就要更清楚知道說 你要的到底是什麼 那如果你剛剛好 剛剛好 就是那麼千分之一 的那麼一點點的人 就是剛好那個時間點 都沒有桃花星在裡面 那這個時候呢 我其實也會建議說啊 那就不要了 你專心在工作上面吧 因為只要不是桃花星 其他那幾個 通常都是賺錢的心要啊 花點時間在經濟上面 也是很不錯的事情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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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